净空老法师 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在哪里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我们知道弟子当中 确实有不少已经成佛了 再来的 这就是教下所说的 一佛出世千佛拥护 好像唱一台戏一样 这一尊佛出世 他唱主角 还有很多诸佛来给他唱配角 甚至于扛小旗 跑龙套的 那是主角的老师 台上台下不一样 为什么 圆满度众生的功德 这台戏才能唱得好 所以 诸佛菩萨到这个世间来硬化 叫游戏神通 这句话形容得非常的巧妙 真正是游戏神通 他当然有能力 又何况 佛以神通视线 像释迦牟尼佛一样 释迦牟尼佛也做过这个事情 也有人问他老人家 你老人家的净土在哪里 佛坐在座位上 是双盘腿双盘 佛把右脚放下来 足间按到地 这个世界立刻就变成琉璃世界 大家看见了 净土就在此地 佛再把腿收回来 再盘起来 这个现象就不见了 由此可知 这个境界 华言上说得好 为心所现为时所变 如果我们今天 此时此处 把妄想分别执着 统统放下 这一放下 我们居住的环境是什么 跟极乐世界一样 大地是琉璃 你所看到所有的 都是七宝变现的 跟极乐世界没有两样 石暴庄严土就现前了 你自己的心现的 自己的石变的 因为石暴土没有石了 妄想放下 妄想是起心动念 这个东西放下 就转时成智 所以境界不是真的 幻象 一切法从心响生 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你心的要是善 你心里纯善 你看到现前这个世界 没有一样不善 你看到每一个人都是好人 每一桩事情都是好事 人人是好人 事事是好事 如果你心不善 你看这个世间人 每一个是好人 所有事 没有一桩是好事 这不是从心转吗 石法界一正庄严 不是真的 随着你的意念 境界在转变 个人变个人自己的境界 所以有同分望见 有别业望见 棱眼经上佛讲的 就在当前 没有丝毫可爱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事实真相 对这些问题 一点怀疑就没有 文摘公路净土大经节演绎 第186集